全天下最渣的星座就是 我男友 波波接地去 真有趣 我是主持人主持人 渣男渣女的共通點是什麼 今天來新一區街訪告訴你 好 讓我們訪問到那個DKi DKi調查局 你好 大叔 恩主 你們人生當中有沒有遇過渣男渣女 渣男就他 本人啦 沒有 不要亂講 渣男 全天下最渣的星座就是水瓶座 OMG 我男友 怎麼辦 我現在遇到水瓶座就直接把他封鎖 太討厭了 非常多愛跟我搞曖昧的水瓶直男 然後他們就是搞曖昧大概搞了大概一年左右 然後沒有要跟你交往 後來交一個女朋友 然後從此以後跟你斷聯繫 渣到爆 請問這一年的感情去哪裡了 我真的很想知道 可以打電話告訴我嗎 我很生氣 我就是 你就是渣男是不是 那我想去問一下 那你是什麼樣的渣 無縫算嗎 無縫接軌 那有重疊到嗎 應該有 有遇過 蠻渣的 約泡完了之後就瞬間消失不見 又或者是說 可能會跟你要錢啊什麼之類的 就很渣 然後一直故意說自己很窮 又渣又軟 然後對 軟飯吃軟飯 吃軟飯 吃軟飯 我以為下面太軟 好像有耶 就是我們原本就蠻曖昧的這樣子 然後我就突然發現說 他有在跟其他女生 其他女生在同時曖昧是不是 他是說沒有在曖昧 只是剛認識而已 他說他們只是朋友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喜歡他嗎 這樣 然後他就說 當然不喜歡 然後我們只是朋友 什麼職業最容易劈腿 哇 應該是財產 就覺得他是最有魅力 最有自信 所以就很容易 對 那種個人的 對 最近很流行 那種Bitcoin 或是Crypto的那種 虛擬貨幣 每幾個好東西 對對對 模特兒或是藝人 跟我趕快妹都是走這種路線 一個是演員 一個是模特兒 差點講不他的名字了 有點紅 蛤 空服員或是機長那一類 不不你會說你自己 哈哈哈 健身教練好像 健身教練很容易 他就公然劈腿 他就這樣從頭摸到尾 其實保險是不是也蠻容易的 業務類的 因為碰的人比較多啦 就是碰到身體嗎 不是啊 我們現在Dcard企劃會渣嗎 我覺得應該還不會啦 你說呢 醫生跟護士 酒吧之類的嗎 服務業 百貨業啊 然後空洁啊 空少啊 又是建築 因為身邊這些人 都有遇過 就都在劈 渣男分手的理由是什麼 我沒有分手啊 就是他有女朋友啦 就這樣子 那請問我可以怎麼樣 我覺得我一定會跟那女生 敬禮必爭 有喔 就是潤台罵那個女生 哈哈 喔喔喔 他是覺得就不適合嗎 忽然就不圍復了 就忽然就不圍復了 就消失了 我覺得渣女好像不太會 真的主動提分手 他們假設真的今天有移情別戀 他們會把原有的對象 當作一個工具人 喔 就對他冷淡冷淡 反正 我真的覺得你對家裡很了解 工具人 ㄅㄅㄅㄅ 等一下是不是 我不只工具人 我是綠帽子 哈哈哈 帽子戴好 頭都綠了 你身為一個渣男 你分手的理由是什麼 呃 覺得不適合這樣 就是 都這樣講 就全部一字就說不適合 對 你看渣男語錄 渣男有什麼樣的特質 長得帥嗎 雖然我可能是立馬 會說 我可能配不上你 喔 對 你太優秀了 我覺得 我不行 他們不會講真的理由 他們都會講一些很奇怪怪的理由 你在床上像一條死魚 我說 蛤 怎麼可能 我天心錯字 我可能像死魚 這我還蠻生氣的 我想說 我技巧還蠻好的 是有很多男生朋友的女生 是綠茶錶嗎 其實靠腰 不知道 是嗎 可能異性跟同性都有啦 可能他有做生意的需要吧 可是說真的 但是這種女生好像特別容易被女生討厭 對 我覺得今天要看她的態度 例如在碰到女生的時候是 欸 哈囉 那碰到男生 欸 哥哥 就像他那群男生哥們好了 其中有幾個可能有女朋友 他不懂得去避嫌的話 我覺得這種不算討厭 不是殺女 但絕對是綠茶錶 我覺得你自己要懂的就是 那個分寸 然後每個在那邊哥哥哥哥 對 對 什麼哥哥啊 天啊 這不行耶 認甘妹那種很多人那種 就什麼樣的英文名字 是綠茶錶會取的 Jessica Jessica有一點 有一點 怎麼都是少女時代的團結的名字 少女時代會被提告啊 少女時代會被提告啊 Amber Amber 我是不是感覺會家暴的 Cindy咧 Cindy好像有一點 好 那再來一個 Jazzle 其實我是什麼名字 這名字 這還好 這名字我連念都很難念的 這感覺 如何表起來 這感覺是在那種憤青還是什麼之類的 什麼英文名字是渣男會取的 哇 渣男 Eric Alex Michael 但我的不是叫Michael Eric Charles Andy De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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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怪不知道為什麼耶 就是這些很通俗 通俗 但卻有渣 什麼JoJo Mandy Amanda Cherry 都很喜歡叫一些什麼水果名字 很瞎耶 超瞎的 而且叫水果名字其實是在國外 人家會覺得說你就是在做X你啊 聽別人說是Amber Amber 真的 剛剛很多人說Amber耶 耶 那我們的波波階地區 就到這邊真的很多渣男 那是什麼 Amber Eric 渣 哈哈哈 好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謝謝你 拜拜 下集見 那我可以去錄 上班不要看嗎 不是 加班加班 不孤單 等一下 我不要看你 你怎麼要去找呱吉 問